詞曲 李宗盛 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到香港事國藝術中心 參加我們今天的紫相淋梨洪輝水蜜示範和創作分享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香港事國藝術中心二級助理館長Maggie 今天很開心我們可以邀請到藝術家洪輝先生為我們現場創作和示範 和分享他的藝術創作的理念 我簡單講一講今天的示範活動的安排 主要我們今天會分三個部分 首先我們會請洪輝先生分享他個人創作的發展歷程和作品理念 然後我們中場會有一個簡短的休息 大家可以去他的手間或者休息一下 然後藝術家就會做一個創作示範 然後到最後我們會有一個大約10分鐘左右的Q&A 即是提問和分享環節 如果各位觀眾有什麼問題想和洪輝先生交流或者分享 可以到時提問 另外我們因為今次的示範是網上直播的 如果在網上直播的時候 如果是網上的觀眾有留言的一些問題 我們會挑選一部分代為發問 大概今天的安排就是這樣 另外在這裡也要提一提網 看今網上直播的朋友 為了確保播放穩定的流暢度 建議大家使用有線寬頻的網絡 或者是無線寬頻網絡WiFi去看直播 就不建議使用個人電話流動網絡數據 好 那我們首先介紹一下今天的藝術家 洪輝先生他是在香港竹雲大學畢業 專注於當代水脈的範疇進行創作 重新演繹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技法和表現形式 作品藉著解構傳統水脈媒介的元素 以概念重組繪畫 經過實驗轉化 賦予作品一些新的意義和可能性 在2014年和2016年期間也舉辦了多個個展 他的作品亦受到M Plus和香港藝術館的收場 今天就歡迎洪輝先生來做我今天的示範和分享 以下交給洪輝先生 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聽這個sharing 和聽這個示範 我剛才就想一想 大概我就會將個人的經歷說一說 然後在最後大家看示範的時候 就可能會理解 為何我會用某種材料 某種工具去做示範 那就可能會方便大家去理解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這一張其實就是 先講一講我本身的家庭背景 或者家庭經歷 這張其實就是一張我小時候的照片 因為我爸爸本身也是畫傳統的國畫 所以你會看到 在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 某程度上 一張是我的照片 我的照片 但同時間 在裡面 我都好像看到我爸爸對我的一些頭蛇 或者一些他渴望 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模樣在裡面 你看到這個故事就是 新年的時候 我爸爸把我打扮成一個這樣的 拜年之前的模樣 然後他就開了一張 泛寬的溪山行律圖 的一張福印本 掛在他的畫室那裡 我爸爸也喜歡看福印本 因為他覺得有時候 印得好的就可以比美一些原作 所以他就升上浪畫的時候 他都會參考很多福印本 他看了一張畫 他就叫我在前面看 看完一輪之後 他就找了一張椅子在上面 叫我坐上去 幫我拍一張照片 一張 好像一張很認真的肖像 但你留意一下 人物的細節 你會看到我的手 其實就扭曲了 放在膝蓋上 其實代表我其實都很緊張 而且我不想被人這樣拍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 其實可能他某程度上 對我 或者他自己 介紹一種 他最欣賞的藝術 的形式給我的時候 一種這樣的期望 在裡面 我爸爸就比較有手 就是他喜歡宋朝的 山水的繪畫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第一張照片 挺有趣的狀況 就是他又好像一塊鏡子 互相照著大家 對方 但有時他又會 給我一種角度 可以互相換回去看他 我現在看一看 這個其實就是一般 在家裡的時候 平時我和爸爸媽媽合照 你看到左上方的時候 就是我爸爸的畫室 其實都是一張大小小的桌子 去畫畫 對他的創作也是這樣完成 有時候我會在裡面 看到他很多毛筆 物件我會拿上去自己畫 那 家裡你看到中間那張 其實不會太大 所以他的畫 很多時候都是捲著畫的 捲完畫完之後 有時就掛在這裡這樣看 那我第三張 就有些特別的 最右手邊那張 其實就是他 就是他的過展 我和媽媽一起去看 那張畫 就是有一個故事 我經常都會說 可能大家都聽過 那就是這一張作品 那我爸爸平時就在畫室畫畫 那我大部分時間 其實就是在廳裡 但是他從來都不關門的 那所以我永遠在廳裡 會看到他站在牆邊 站在這裡畫畫 那他喜歡站在這裡畫畫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次就是他出了門口 那我就 終於找到一個機會 可以進去這個畫室 就是一個歷險 那我看到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這張畫 對我來說很大張的 你可能看到其實就是 大概一米八左右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 那我看上去 就好像整個世界一樣 那進去 那我看到第一次 看到真的畫 然後那個感覺很興奮 其實就是因為好像在玩捉迷床 那我在裡面找一些溪間 有時候會有些樓梯 樓梯會引領你去一間屋 那裡有一些人 那就好像整個遊戲 好像在玩捉迷床 那在找的過程 那找一下找一下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那個流水 大家可能看到流水下面 有條小溪 那小溪呢 我小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周邊都是密的 那一條小溪空的呢 那我第一次就覺得 印象中河流就好像中間有石頭 那這樣 那空了的時候 我第一個直覺就是 它畫漏了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出現了這個想法在裡面 那因為它 將它所有的毛筆 工具其實就放在桌面 那我就就這樣在桌面 拿著毛筆 然後你看到 就跟著河流左右的石頭 那樣 然後我就想一想 看一看的形狀 之後呢 我就不知為什麼 有一種直覺 就是想在河的中間 就畫一個石頭 那我看著左右的石頭 那我就模仿完之後 我就畫 畫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 很興奮 因為心跳得很快 然後 又覺得自己畫得很像 那應該回來的時候 應該沒什麼事吧 應該不會第一眼就發覺吧 那我爸爸回來之後 那當然很驚喜 那我想 可能我怕多一點 因為 因為這張畫 它是打算做展覽的 那我沒有想過 無緣無故 被我畫了一塊石頭 在正中間 那你可以看一看 其實呢 你現在看到河中間 有一塊石頭 那這塊石頭 就不是完全是我畫的 那我畫完之後呢 那我爸爸就問我 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我跟他辯駁了一段 就覺得 哇 河裡面當然有石頭 那為什麼你沒有畫呢 那這樣 那我就 咬了一段之後呢 那我爸爸後來呢 他又不想把那個畫作 畫了一個洞窪斗 那樣拿走它 那無計可思之下呢 那他呢 就 在我的石頭上面加了幾筆 那我就畫了一個大小小的石頭 那就蓋住了我這一塊小的石頭在裡面 那所以你現在看到呢 其實現在這個石頭呢 就是 可能是第一次被合作的一個結果 那 那 這個 這個故事我經常都說 我第一次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藝術成的經驗就是這樣 第一次你看到一張燈的話 你看完它之後 你可能有感受 然後呢 你也會想著 啊 你又做了一個決定 那一個決定就是 我覺得我爸爸說漏了東西 我想幫你改正他 或者改正他這件事 那這件事其實呢 在某程度上 建基於大家的觀念 可能有不同 那可能我就覺得 啊 寫實當然有石頭在中間 那但是 大家可能熟悉傳統水墨的話 就會知道 可能是這個漏法 是一種寫意的表達方法來的 那你見到 不同的觀念放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不同的 就是火花在裡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 這個故事就很有 就是我覺得是 一般可能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藝術 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或者疑惑這樣 那再大小小的時候 其實就 我跟我一般 童年的人的成長 經驗都很遲 就 我 讀英文小學 那 年輕人 喜歡聽英文歌多一點 那 平時寫東西的時候 我都是用原子筆寫的 書寫工具已經變成原子筆了 那你見到傳統水墨的媒介工具 譬如毛筆那些 就反而很少接觸 那我小時候 就 看我爸爸畫得多的時候 那有時候 那我自己會試 那可能 上幾張你見到我拿著毛筆去畫畫 那其實沒有人教的 就是因為 看得多 就自己拿上手去這樣做 那反而大了之後呢 因為那個 經驗不同 生活上接觸的經驗不同 那越來越少 接觸到這些傳統的工具的時候 反而我就 已經不太記得怎樣 用毛筆寫東西了 那小朋友就是 學的時候 可能學得很快 但他都會忘記任何這些東西 那 中間的時候 因為 我都自己遇到一些 就是 掙扎 或者一些困局 在裡面的 那 譬如我怎麼處理 我怎麼對待 可能用水母的關係 又怎麼看他 那我爸爸就看很多 那些 西洋的現代藝術 那些大師的紀錄片 他都看很多 所以我小時候 在隔壁一起看的時候 就自然就受到 那些野獸派 那些很激烈的色彩 有軍放的會影響 那我就突然覺得 哇 原來可以這樣表達 那我就自然就被他吸引了 那些媒介那裡去做了 那我覺得都幾合理的 因為 這個表達形式 其實都是一邊在摸索 一邊在學的時候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 我小時候 小時候 大部分時間 都是用西方媒介的畫畫 多一點 那可能用阿克力 那些 那我就有一個雜性 我發現自己很喜歡用水的 就算我用了很多顏色 我都用了很水性 很水性 然後我又喜歡畫過程很多 就是比較接近一種畫畫的感覺 多過一點 多過這個畫畫 那可能 做久了之後 譬如我 再大一點的時候 就會發現 為何我有一種這樣的取向呢 在大學的時候 我接觸到 開練藝術 有些人叫觀念藝術 也接觸到 現代水墨 那時候 黃無邪老師 在我中大那裡教 那接觸了各式各樣這些 這些課程之後 其實就反而有一個機會 就是 好像我自己要去選擇 去看看 我應該怎樣去 處理這些 我自己避開了的矛盾 那避開的矛盾 可能有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 有壓力 我爸爸是某種權威 這樣對我來說 我想避開他 想找到自己的聲音 那 發現 原來我要處理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 我的第一個作品 你會看到 這個叫做變 那變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覺得 我找到某種 表達自己的方法 那其實呢 有些過程 有些概念性的 那我們用回很傳統的 水墨的媒介 你會看到 有紙 有墨 那樣的樣子 但是呢 我就選擇去摺疊它 那你看到這個圖像 你看到 可能有 大概六個圖像 那其實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他們的關係就是 那顆細的圓點 慢慢一步一步的 變成一個 好像蟹形狀的生物 但是 做過程的時候 反而 我先把那張孫子 摺疊了很多層線 可能摺了大概 六摺 然後在每一摺的時候 我就加了一滴水 在字章裡面 那什麼孫子我選擇用的 就很薄 所以我滴了下去之後 那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很鐵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裡面 注入一點墨點 在裡面 注入了墨點之後 運用紙 水和墨 它自己的 那個 霉價的特性 你會發現 那些墨 會穿透那張紙 然後它就好像複製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 那隻蟹的中間 其實那個墨點 以及一開始 第一點的墨點 其實是同一個墨點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它 不斷地 加上這個加法來的 那我就第一次 用這種方法去創作 那你會看到 其實可能 那個空間這樣摺疊它 那可能 有人會覺得 可能是劉白的 另一個演繹來的 那樣 或者用這個面塊 這樣摺疊它之後 那你會看到 那我嘗試用這種方法 去做 角色個人的創作 那你會看到 這個圖像 可能就有些 一個植物 那下面你會看到 有一個 好像昆蟲那樣 那其實呢 都是這樣摺疊的 一個關係 在裏面 那雀仔的下半部 其實就好像 一隻墨風那樣 可能好像一個 食物鏈那樣的感覺 就是它將它的上一個部分 收藏在它的身體裏面 那我覺得 就是 將一種東西 收藏在裏面那種感覺 就好像 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我想找一個自己的源頭 找自己的內容 的時候 有種這樣的經驗 你想看回自己裏面 是什麼 所以我就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好像一層一層 那樣去摻開去看它 如果你看到這一組作品 就是變的系列 就是比較後期的一種作品 那因為我自己做這個方法 摸索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現 它某些程度 好像一個加的一個方法 一邊加上去 一邊累積上去 那怎樣停呢 就是發現 好像停不了 這一樣東西 我就選擇了一個圖像 好像一個出生 好像一個死亡的圖像 但是就決定 這次就不選擇去變它了 那它不變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 其實它就是一個 完全完全的一個複製 就是三個圖像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它這個狀態很接近 那我覺得 這個給予的感覺就是 反而它有一點點像一種 它變成一種 好像 解釋不到的狀態 它好像一個人很孤獨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轉變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有一種很實在的 一種理性的 如何推理它 一個一個關係 慢慢變成一種抽象的關係 那我就覺得 這一個對我來說 有一點看法 那所以你看到我很多作品 其實都會有一個 好像三聯的結構 三個反覆的狀態 去出現 那我程度上 其實都是研知 其實這份作品 給予了一種感覺 那它給予了感覺 其實就有點像照鏡 那樣 好像我看了一張照片 這樣見到自己 在一邊的影子 那所以 這個關係 其實就是 慢慢地自己摸索 自己和媒介之間 有什麼關係 那你見到 這個作品 其實就是 林妮 這個作品其實 比較多 剛才你可能見到 變的系列其實就是一個點 穿透很多個紙的層面 然後就是推理那種關係 而這個可能更多 就是縱向的 那縱向 那縱向是怎麼樣呢 那我大家做這一組作品的時候 你見到那些化出來的墨 其實我都是用筆去點它 那其實呢 我就覺得 那麥 那我先把孫子 弄濕了它 然後整張紙濕了之後 我就輕輕把墨 把水吸乾一點 令到我用筆 可以滑下去 那因為我用的 就是墨水筆 那麥水筆 那麥點點在紙上的時候 你見到其實 它很快就在你面前化開了 那我覺得 那種感覺 是我想捕捉的感覺 那種 你覺得好像有一點時間的感 在裡面的過程 那所以你見到 其實我都是不斷用墨點去點它 然後讓它化開了之後 就變成一個圖像 那其實呢 它是不斷反覆的 那你見到其實這裏 這個圖像其實它呢 其實它呢 是一張六尺的孫子 這樣三張 那然後呢 所以你翻開的時候 你就見到 其實左右不斷反覆的 那這個就是 其實某種狀態 我想表達的 就是有時候 你好像想 給某一種 規矩某種東西 觸摸著的時候 但是你又想 告訴大家 那這一刻的狀態 是怎樣的呢 那所以呢 你會見到其實 有很多反覆的意 在裡面緊構著 你看到這一組作品 也是這樣 你看到中間好像有道光 那樣 好像有個 刺穿了的光 那樣 其實它上下都想連結的 但是你看到很多 就是 圖像上面 或者技法上面 很多 很小的墨點 沿著水那裡 滲出來 那某程度上 但是我現在看回 可能 其實更加多 是我想表達那種水的 一種流動的感覺 或者一種模型的 一種力量 它是怎樣去 擴散也好 一種痕跡也好 那樣 那樣 有時墨就成為了 其中一種反應水的 一種煤界 那樣 你看到其實 這些作品裡面 都有很多用幾張去摺摺的技巧 在裡面 你看到很多其實都是一個部分 其實它不斷反覆 然後變成一個 好像破解不到的局面 那樣 那 對我來說 幾 某程度上 表達了我某種 有時候有了某種無力感 或者某時候有一種 這樣的狀態 在裡面 那 剛才的系列其實 給我做了很多不同的示範 在裡面 或者不同的 即對我自己來說 是摸索我的工具 和我的材料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實驗場地 因為我選擇在紙上面 然後用 發掘了很多不同的機理 不同的質感 在裡面 其實呢 在我摸索的過程裡面 那個給我很多經驗在裡面 或者給我很多一些 驚喜 一些驚喜 在裡面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野草的系列 那 其實呢 那 大部分的技法 都是不斷地累積 而慢慢找出一條 自己覺得 想走的一個方向 在裡面 那這個野草呢 其實呢 有一點點不同 那 我主要用多了一種新的工具 在裡面 那 我用了一個 間尺 一個很長的介紹去做的 那其實呢 原理很相近的 其實呢 我也是呢 將一張宣紙濕了 然後呢 我就在尺上面 很慢去畫一條直線 然後把尺去畫一條直線 那如果大家 如果有畫過水墨畫 就會可能理解 但是呢 其實它的紙張很敏感 那 你一停下來 長一點點 就會化一下 那我想捕捉 這種材料的特性在裡面 所以我畫那條線 其實呢 很慢地畫的時候 其實它會形成了很多點 在這條線上面 那 對我來說 其實就好像記錄了你的手 一個折袖的樣子 然後呢 我就輕輕地按壓那張鐵尺的時候 那些墨點呢 就會慢慢化出來 沿著鐵尺邊緣 那就好像一個 給一條規矩壓住了的一件事 然後你按壓它的時候 即放到某種自己的特性 或者自己的過程出來的時候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種 要達到我當時的感覺 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經常都做這個作品 那我覺得每一個墨點 化出來的時候 那一刻呢 在一條線和線之間 有時它好像 一個小野草那樣 有時呢 它化得大一點點 我覺得它好像一座衣服 但其實呢 它就在 大家都在兩條線中間的合縫 看到 又高又低 我覺得很多人的個體 其實都是這樣 有不同的際遇在一邊 那很難說 但是我們作為 這個社會這樣 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所以我不斷地收集這些 一條一條這樣的線條 它慢慢就形成了一個景象 那我就叫它做一個野草 那你見到呢 其實基本上 你看到不同的深化 或者不同的水脈的圈驗效果 其實你看到其實我只是沿著那塊尺 去畫一條線 那過了這三個作品之後呢 其實大概是我第一次做過展的時候的作品 那第二次想做一個展覽的時候呢 那我想邀請我爸爸合作 那時候其實我都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 慢慢摸索到自己的某種技巧之後 我比較有信心去邀請我爸爸合作 因為其實我爸爸也挺影響我自己的創作的經歷 那你見到這個作品呢 那我叫它做傳而無捨 那我就特意用了一個 配合六法其中一個方法去做 那其實我想做的事呢 就是想把它重新演繹它 那 那所以呢 那我第一件事呢 其實就是邀請我爸爸 那我用珠沙去畫一個石頭給我 一開頭就是一個小的石頭 那然後呢 那為什麼呢 或者為什麼用珠沙呢 其實你覺得珠沙 某種程度它有一種權威用的顏色 你看到印章那些 其實都是用一種珠沙的紅色 那同時它有一種血脈的關係在裡面 那種紅色 那我邀請了他做這件事之後 那其實我把這張宣紙 左右摺貼了它 那這張紙畫的時候 第一次畫的時候是乾的 那我就在上面呢 用墨水筆的墨點去點它 那你看到墨點呢 就會慢慢穿透那張紙 然後因為 最後那個圖像 其實它就比較乾的 那第三層就是最底層 那最底層就是自然 你可以看到 紙張擋了那些墨 到最後的效果 它就好像 一個石頭變成了一些風沙 那樣的感覺 好像侵蝕了它的樣子 那其實我那時候想做的 就是表達某種關係 就是我自己在一個家庭裡面 那一個固執的關係 它又是某種傳統 某種權威 那我怎樣去處理自己呢 我怎樣去看這種關係呢 那其實我就用這種方法去表達 這樣的關係 那這個作品你會看到 其實有一些不同 其實一直在發展著 那你看到這個發展的形式 它最大的改變就是 它用了水去做這個媒介的一面 那你見到那個字 就再不是說 因為 字和字之間乾的關係 令到那些墨滲透不下去 反而就是 將紙一開始 原稿之後 我放在五張紙的中間 然後呢 我就先把它濕掉 那濕的時候 第一次經驗到一些害怕的 就是因為我一濕的時候 那個珠沙很紅很濃 那它一化出來 就哇 整個桌面都是紅色的水 不停留在地下 那這個經驗 那這個經驗 就是 物料給我的經驗 很震驚 那其實你看到 我做的方法都是很接近的 那我都是 因為 濕了水之後 它自然就會 這個形狀浮了出來 那我就沿著這個形狀 有些好像 林毛一樣 但是又不完全是 因為我將那條線條 已經變成了 那麥點就點它 那我沿著它 這樣點完之後 你會看到 麥點會慢慢滲透 在五張紙之間 然後它會好像 有一種跳躍的關係 在裡面 你會看到 紅色和黑色互相交錯在裡面 那我覺得 這兩種顏色 就好像某程度上 我和我爸爸 或者我和我這個 傳統的關係 會有一種 這樣調動的關係 在裡面 它會互相交錯 因為最後 你會看到 它慢慢的圖像 就分離了 這也代表 我自己的取態 在裡面 你會看到 這是一個石頭 慢慢轉變 它慢慢消失了 而 也有一些其他圖像 你會看到 這是我爸爸畫的山水 這個山水 可能是比較接近 比較公正 比較公正 那到最後 你會看到 其實很接近 後面那個 差不多白色的 最後一頁 我反而問它一次 你覺得 在這個 好像快消失了山水之後 你覺得 最後的圖像 你覺得 很像什麼呢 不如你用 毛筆 不 你用你的豬衫的毛筆 再畫一次 這樣 你會看到 其實它 重新畫了 一個 它自己喜歡的 一個黃山 出來 你會看到 某程度上 它就好像 一個回應給我 那樣 它又好像可以變成 好像真的一個 conversation 那樣 反過來 我這樣看 它又好像 將那個 循環 好像填了 那一格 那樣 你會看到 在過程裡面 那些山 或者石 的詢紋 慢慢畫了之後 它反而是一種 好像很抽獎的 那樣的關係 可以讓你慢慢 忘記了某一種 它可能很 視覺上面 給你的那種經驗 在裡面 那我和爸爸合作 還有另一種形式 那這種形式 就比較有趣 微一點的 那其實呢 我也是先 將這張折疊完之後 點一些墨點在上面 那點完一些墨點在上面的時候 那我就問他 你覺得這些墨點像些什麼呢 那其實呢 某程度上呢 就是好像 究竟它是怎樣聯想的呢 就是大家可能 有時候畫 畫水墨的時候 有很多聯想 畫完一筆 可能覺得它好像一隻樹 或者好像一棵樹 那我某程度上 想記錄這些聯想 那我覺得聯想 某程度上呢 其實就是 亦都是雙面的嘛 因為有時候是一種習慣 乘了一種習慣 有時候可能會是一種局限 那怎樣去看這件事情呢 那你見到它畫了呢 在我那些墨點上面呢 它就用毛不勾線 畫了很多昆蟲的手手腳腳在上面 那它就覺得 每一個墨點 可能看上去 就像不同的東西 那樣的樣子 那整個系列呢 就叫做陰謀影 那其實呢 就是有一種 好像實驗那樣的一種遊戲來的 其實 那看這一種聯想 是有什麼可能 那這個作品呢 你見到 都是有點像早期的 有一點點的 就是淋漓的樣子 但是你見到摺摺的形狀 有一點不同 那你 我就會覺得 這一個關係 我自己有幾個興趣 那樣子 那樣子和子之間 摺摺的關係呢 其實有時候 好像兩個空間 壓縮在一起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 看久了 可能會發現 其實這個是 一個自飛機來的 這個自飛機 翻開的時候 那個構圖 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 好像 好像 很神聖的 一種建築的構圖 在裡面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它只是一個 大家都會小時候玩的 一個自飛機 那我覺得 這種落差對我來說 幾有一種 經驗 就是一種 很脆弱的東西 但是它又好像 大家都很想追求 某一件事情 那你會見到 其實 那這個作品之後 我就開始想多了一些 關於 紙張摺摺的時候 或者我和其他人合作的時候 可以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這個作品比較近期 那叫做 緣 其實就是 好像緣於我摺紙飛機的經驗 那我摺紙飛機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自己摺摺 那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想 和我媽媽合作 那大家都知道 我媽媽 我媽媽就不懂畫畫 那如果我和一個 不懂畫畫的人 想合作的時候 我想她很接近 我會想指這個門界 那我怎樣做呢 那我就覺得 不如就摺紙吧 那樣子 因為我覺得摺紙其實 某程度上 你決定那個角度 你決定怎樣摺摺它 翻開那個構圖 其實有影響的 那其實它又好像一個 很像一個畫畫的過程 一個穩結構的過程 那我覺得 那你見到 其實呢 左右有兩個白色的形狀 其實那是一隻船 那我就請了媽媽 接了一隻船 因為其實她小時候 就坐過一個船 去做一個移居的過程 在裡面 那我在摺這個船的過程 裡面的時候呢 那我就開始問她 這些 她過往的經歷 過往的經歷 是什麼 那我平時不太說這些 那我透過摺紙的過程 令她好像 有一種 所思的感覺 她自然的心 又好像放開了 那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都是某種關係的 我想嘗試去處理的 一樣東西來的 那我就把船摺了之後 把它放在紙張上面 然後 當然也是濕的 然後就在上面 沒有很多密點 好像 將整個船 掩藏在一個 黑色的雨點之下 然後呢 我就把船 抱起了它 所以你看到 左右的那個形狀 其實如果你打橫看 其實是一個船的形狀 然後我就覺得 抱著那個船 就覺得 好像我媽媽的一種 一種 想法放在紙張裡面 我就想打開它去看 所以你看到 中間的那個 方塊 其實呢 就是那個船 翻開之後的樣子 對 對我來說 好像左右的一個門 攤開了一個空間 這樣看 這個就好像一個沉緣 其中一個過程 你看到這個作品 你就會知道 這個呢 反而是 中間那個船 它是沒有打開的 是合埋的 這個就覺得 它好像一個 一個子宮的形狀 那樣 其實好像一個母體 那樣的關係 你看到 其實我都是有不同的 嘗試 把它有不同的組合 去找不同的意思 在裡面 然後 這個作品 其實你看到 不知道聽不清楚 其實好像很隱約 看到一隻船在上面 但是有很多直線 穿過那隻船 其實呢 我就把那個紙船 放在 紙的下面 所以我用尺在上面 很快很快 好像雨點穿過這隻船的時候 那個紙張 和紙張之間 微微的粒集 就隱約地記錄了 這個形狀在上面 這個就是比較近期的作品 大概作品上面 講一講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 今天 那我們 那 就很豐富精彩 孔吳輝先生的分享 那暫時我們 一個中場休息 十分鐘左右 那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去洗手間 那之後我們回來 就會是 繼續我們示範那部分 是 OK 那我們 回來我們 下半部示範的部分 那 就 那 那 那 現在可以開始你的示範 就可以了 那 今天呢 聽得清不清楚 我今天呢 就會示範 剛才說的摺子的方法去做事 那我會先摺飛機 然後給大家看看 過程是怎樣 然後我怎樣去處理 濕水 過程是怎樣 那這些其實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我會一邊做 一邊慢慢講 那 那 就 那 那 先將一張字 這樣 那我其實呢 我覺得 看得清不清楚 是不是 對不到焦 是 是 是 OK 現在 OK OK 好 是 那我覺得每個人摺東西的方法呢 都幾不同的 那所以呢 又沒有說接一個什麼關係 但是 其實純粹就是 自己的痕跡怎樣 在紙張上面留下 那 很多時候 我作品本身呢 技巧不是什麼特別的方法來的 那 只是很多時候 可能是過程裡面想的過程 想用不同的概念去做 那所以有些不同的效果在裡面 那 但是在過程裡面呢 基本上 每個作品呢 我都會嘗試 找一個新的方法去表達它 那所以每次的技巧都有點不同 那 但是有時候你一邊摸索完之後 又會覺得 其實它們可能有些關係在裡面 那樣 那這張紙呢 那我就用了一張比較薄一點的 那不算很薄 薄一點的紙在裡面 那 那有時候我都會用一些叫做雞球紙 有時候再薄一點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好像窄花那樣的紙 那 那你見到呢 這個紙呢 就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這個紙的厚度是這樣的 那你見到呢 那 如果再薄一點的紙呢 其實呢 就是 這一種質地的樣子 那你見到其實是透光的 那很薄的 那 但是濕完水之後呢 那你處理它的時候 有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很容易 我用眼筆畫畫 那所以呢 眼筆很容易勾遍這張紙 那樣的 這個過程 接摺 那剛才我說 在我 和我媽媽的作品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親她 忙著的時候 就開始問她的問題 那其實就是用這樣的方法去做的 那其實呢 我看到是一架 一架飛機的 那其實呢 反而你看到裡面的摺疊其實有很多層的其實 你看到 後來你看到 一二三四五六 其實大概有六層左右 在裡面 那 另一種摺疊的方法呢 你看到呢 這裡其實是一張紙來的 那我就對摺了它 那 做事的時候呢 我先呢 就會大概呢 都是把它噴濕 那噴的過程裡面呢 譬如我平時做大小小的作品的時候呢 那我就不會用噴水壺這樣去噴的 那我就會直接呢 那個水壺呢 飲水那些呢 就注滿它之後呢 就一次過淋滿它 那 那有很多水的時候呢 那這個感覺呢 其實呢 我們覺得它好像 一塊鏡子那樣 你看到它現在 反光的嘛 其實呢 我自己工作用的時候 是用白色桌子的 那其實呢 很多水的時候 你會有時看到自己 或者一些倒影在上面的感覺 那所以呢 這個就幾 我覺得這個經驗幾不同的 這個它令到紙張的質地 好像有點不同的感覺在裡面 那你看到現在呢 這裡有很多皺紋在上面的嘛 那如果你想這個圖像 複製得比較接近 或者沒有那麼多變化呢 這些皺紋 我就會嘗試把它去除它的 那有幾種方法的 那呢 濕多一點點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容易呢 將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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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現在呢 你的手又推它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將那種空 兩張紙之間的那種空氣呢 推走它呢 那它就會開始變得比較平滑一點點 那這個過程我自己就 經常都做的 其實有其他快一點的方法的 但我自己就比較享受 就是這種 你跟物料有一種 處理的那種關係在裡面 那這些氣泡呢 我都會 很多時候呢 將它全部呢 推走完 那你看到很多時候 我都由中間開始啦 那這樣 那因為 那這樣就 對張紙來說比較容易一點點 距離大家都是比較短的 氣泡可以去到邊緣的時候 那你會見到呢 因為呢 我不是用毛筆去做 毛筆的基本結構 你會見到呢 其實就是 水和墨呢 同一時間在北風裡面 那我現在因為用墨水筆 那基本上我畫的呢 墨水就注定在那裡 它也不會變化的 因為其實它就比較接近 一種固定的輸出 它只是一個大小而已 它是一個筆尖 所以你會見到 變化在什麼地方多一點點呢 通常就是在水上面多一點點的 那大概是差不多的時候呢 那我 現在這個 紙張呢 其實你會見到 很濕的嘛 那這個墨 墨水筆點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它呢 不是很出到墨的 因為它比這個筆尖 更加多水 那所以呢 我就會呢 鎖一鎖乾它 那最理想的狀態呢 我覺得呢 就是一個 很微微的濕的狀態 那這樣 那摸下去有少少 少少濕的感覺 對我們 對我們來說 做這個過程呢 就最好的 好 那麼 那麼 那 時間關係啦 那麼我就不可以做得太 太 太仔細 那麼 你能見到呢 還有一些氣泡在上面 這個層次我們就弄濕了 這個我都會弄濕了 但我開始選擇放這個飛機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想這個可能已經是某種構圖在上面 你會用手去壓平它 把空氣推出來 然後兩個紙張的空間的面塊摺疊完之後 就會有另一個效果在上面 當你完全感覺到它濕了壓平了的時候 其實濕了的感覺有少少像皮膚的感覺在裡面 它耐久之後 其實它都會記錄你自己的溫度 你會發現這裡是暖的 你手上的溫度會存在紙上 大概準備的過程就是這樣 工具呢 你看到我用這種墨碎筆 有不同大小的 它有0.1、0.5、0.5的粗度 不同大小我都會用的 毛筆有大有小 這些墨碎筆沒有大沒有小 所以我就會用多幾支 當我想畫大一點的時候 就用多幾支去做 你看到 有時候我會把某種粗幼的大小混合在一起 這樣呢 出來那個墨碎的效果 它就會自然有少少不同的大小程度在裡面 你看到呢 現在鑄下去墨碎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它不太化的時候 那我就會覺得 其實它夠乾 那我就會再弄乾一點點 那我在自己 工作室的時候 做過程呢 有時候我會選擇 讓它自然地 攤乾一點點去做 那我看到剛剛 剛剛 我鎖一鎖它的時候 我看到這些墨碎 現在開始飄了上去上面 那因為呢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很簡單的 水的關係 這個乾 那它自然的引力 就會把它吸了上去那個位置 那很大部分的操作原理 都是這樣的 那你會看到 我會一邊做的時候 一邊留意著那個結構 究竟它的結構是怎樣 然後某些位置 我會想它流光 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想它深色一點點的時候 我自然就想拿一些粗一點的筆去做 那我給大家看看 它的效果是怎樣 那你一邊鎖筆的墨碎 那你一邊鎖筆的墨碎 鎖久一點的時間 那其實它墨碎就會大一點的 那這些墨碎會大一點的 那這些墨碎會大一點的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很實際的感覺 時間的時間 所以你就是想它大一點點 那你就等它長一點點 那它自己會慢慢化 那你化完之後呢 那我想它有一種 好像爆發一樣 爆發的效果 那我就用水去做 那你就看到了 現在我噴水的時候 那個墨碎就會沿著 我下水的墨就開始化了 那所以我說 為什麼那個墨好像記錄著水的痕跡呢 其實就是大概這個道理 你會看到 其實是記錄著一個 模型的痕跡在裡面 那當然啦 不可以 就是太多墨碎 很難控制那個 效果是怎麼樣的 那所以你會看到 比較窄一點點的面塊的時候 那自然來選擇 要去用少少少的墨碎 那可能會做的效果 就會比較準確一點點 那很多時候呢 都是先大概有個氣氛 然後有時候就會再仔細收拾它 那收拾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選擇 用不同的點在裡面 那這些我就選擇 用比較幼少少的點 在上面去做 那我就想它的邊 比較 那這個要看到 摺的層數比較多少少 那所以呢 我就想它 可以深少少去做 那甚至乎呢 有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那個筆蓋拿開它 把裡面的那些墨 倒出來 那自然的感覺呢 就會再深少少 那其實你看到剛才我跟著石頭去點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那那些感覺對我來說呢 因為我平常點得很快 那它有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 接近於那種好像 直角式的那樣的行動 那樣的那樣 那有時候會覺得 那好像慢慢呢 在一堆點裡面呢 突然間會出現某種 某種 某種圖像 某種圖像在上面 那其實是有些 就是要感覺到來講 那感覺是挺特別的 那好像慢慢 某種 圖像的一種顯示呢 慢慢出現了在上面 那樣 那所以我自己剛才覺得 為什麼好像每一個點都好像個體那樣 就是因為可能這個關係 就是每一個點其實都是 由一支筆這樣點出來 去做 那有時候就是想看一個 聚餐的效果 有疏有密的什麼樣 那剛才你會見到 啊 點了一滴水之後 它會化開 那然後呢 你耐了一會兒看回那個圖像 其實你會發現呢 它一直都在變化著 那個圖像 那譬如 那譬如 現在這樣的狀態 它分開了 那我想它 好像 聚在一起的樣子 那樣的時候 那可以怎麼做呢 那我簡單的 那有時候有張紙巾 不同的紙巾 毛巾都可以的 那你呢 那你呢 有時候某種 按壓它的時候 按壓它的時候 那麥水 在吸緊的時候 那你會見到呢 它都會某程度上 去某一個方向那裡聚集的 那你會見到呢 它都會某程度上 去某一個方向那裡聚集的 那我自己做作品的時候 那我自己做作品的時候 那你會見到那個墨水呢 那你會見到那個墨水呢 有流動呢 那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好像 記錄著某種時間的感覺 那這個是我想做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會一直嘗試保持住 它是濕的狀態 那直到它乾了的時候呢 那我才會完成它 那我現在就想捕捉 某些好像光的樣子 那樣的空間 那所以呢 我就會嘗試呢 就是去看它 那怎樣去 在那些黑色和黑色物件之間 它怎樣去交回它 那你會見到呢 那個整個 構圖呢 整個效果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呢 你有經驗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翻開那種圖像呢 其實它 就會 告訴你 是怎樣 所以整個過程其實呢 就重複性很高的 那有種好像勞動的感覺在裡面 那大部份我作品 都是有一種這樣的 這樣的特質在裡面 所以一開始 有人邀請我來示範的時候 就跟我說 這個示範過程是有點悶的 就是不會見到很多 很技巧性的一些 一些技巧在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一種 比較長時間的一種操作在裡面 那我自己就覺得 體力勞動呢 就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東西就 那無論大部份的作品 都是用一種很慢的形式去做的 就是這樣 我今天看到 這個子裝 其實一直在吸水 你看到 你翻開的時候 其實它會 某種程度 你會看到它有一種聚散的效果 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 這裡你也會看到它 一直在變 其實這個是很直接 跟 甚至乎 你的冷氣機 在什麼位置都會影響 基本上 所以其實它是很敏感的 還有毛巾 有時候 那些毛巾是沒有紋的 因為有紋的毛巾 你押到紙上 你拿走 有時候你會看到 那個公仔上面 那因為 那個紙張太敏感 所以說 很多東西 它都很濕透 它會留下你的痕跡在裡面 很容易留下 那有一種作品 我都經常做的 那我就很喜歡 用 用尺去做的 那剛才說 那 你會看到 某種好像惹錯的 那樣的線 那 那其實呢 過程是怎樣 我可以試一試的 那其實呢 我剛才說 很慢的 可以畫一條直線 那樣 但是呢 你停頓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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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很慢的畫一條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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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 那 那 你會看到 呢 拿開一把鑽車,你會看到 其實我剛才說,有些好像野草或者小生的效果 其實就是大概這樣做出來的 那呢? 那扇條可以有快又慢 甚至乎有些船的作品,有些勾線 其實是很快的過程 甚至乎是幾秒去做這個效果 那我現在想做的某種效果就是 我想記錄著這個紙飛機 在這張紙上面的某種形狀 那這個痕跡,我怎麼留下它呢? 那有種方法可以很簡單的 就是我直接在畫過它 那到時呢 好像大家去 我這筆去掃個銀掣的樣子 掃完之後,某程度上 你會看到,拿走這張紙飛機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 痕跡留下了 那這些就 我覺得是一種很機械性的操作 在上面來的其實 那但是水呢 就會將它那個 痕跡有些變化 有時候很喜歡用一種很麥利的樣子 一把尺 或者好像很理性的工具 去做某種紀錄的樣子 那樣 你看一看這裏的效果 你看到其實呢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到時我拿走這個方法的時候 它就自然會記錄了 它好像一個開白的流影 在上面 那你看到某種 好像變的時候 一開始的效果 那些我都可以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麥點這樣鑽著它 那麥點這樣鑽著它 那麥點會有累積的 那所以我經常覺得 那為什麼我覺得時間感好像很強 那樣呢 其實因為它就很直接反映著某種 就是我經常都會等的 在畫畫的過程裡面 那我等 等的過程很長 那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時間感很重 那你會看到 譬如這個 這樣的狀態 那這樣有滴水在這裏 那有時用手指控制的 比較好少少 那點一點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會一路擴散開 它的形狀 那那 那時候想做一些 好像細胞那樣的效果 那 就算了 那 那 那 這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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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